山坡上頂著風飛行傘 瞬間冠寶張開 照鏈帶著女遊客 亮搶滑星準備起飛 我穿了 我穿了 但是明顯看到 腿上的安全帶沒扣 就這樣垂落隨風飄 女遊客便搖搖晃晃 連扯帶拉出發 一分鐘後便發生悲劇 女遊客當場從飛行傘脫落 自高空墜地 而原定今年底 就要與戀情長袍 五年的女友結婚 死者未婚夫速度哽咽 我是她的 我好像是 我募集整個過程 原本今年十二月三十一要結婚 死者去年才在臉書上分享 第一次玩飛行傘 天氣雖然不好 但到現在人覺得像在做夢一樣 自理行間難也開心 此次就地重遊 本以為是重溫記憶中的美夢 沒想到卻是送了寶貴新命 而就在事發不久 就有民眾網路上爆料 自己上個月夜衝飛行傘摔落 兩腿皮蓋肉占傷很累累 這是上個月發生的意外 分享的網友 十月十七號到花蓮員工旅遊 體驗飛行傘活動 天氣英語綿綿 但業者打包票 只要不是傾盆大雨 都可以照常飛行 結果只有成功起飛兩秒 女子便急墜樹林 業者當下竟沒叫救護車 只給兩千塊紅包打發了事 女子因為重摔 導致雙腿多處受傷 腰椎鼓裂 迎來網友踏發 命見到只剩兩千嗎 連報警都沒有 差點就死人了 業者連請求 一一九救護車救援都不敢 意外究竟發生過多少次 根本無法統計 幸運掛在樹上的網友 兩千塊是不是等於退費 還是賠償 由今摔出人命 不知道還會摔出 多少箭被隱瞞的案例 記者六交貴 新花蓮採訪報導 行車記錄器拍下驚險瞬間 一名行人亂闖馬路 被白車迎面撞上 這名女子一次拿著傘 在擺弄沒在看路 可以看見車輛不少 富人還硬闖要橫跨馬路 白車似乎也沒讓行人 一次死角沒看見 就這樣撞上 我在猜會不會是被我的車擋到 那是他在我的左後方 照理說他應該是看不到那個女生 中間車道的車主目擊一切 分析有可能是被車子擋到視線 但仔細看要撞上的瞬間 白車還是有稍微剎車 但反應不及被撞的女生 也根本沒注意 直接噴飛倒地受傷送醫 因為他拿一閃拉克 他根本就沒在看 如果登參考用的話 事發在12號下午 高雄左營巨蛋附近 市區路段車流量大 但還是有行人不管燈號 闖馬路 畫面曝光網友狂酸 不錯 懂找特斯拉 行人帝王條款給了行人勇氣 是誰要看路 開罰6000不囉嗦 行人在道路上不依規定 擅自穿越車道 處新台幣500元罰繁 行人亂闖車道被車子撞飛 警方判斷趙澤 不會針對不理讓行人開罰 但不走斑馬縣的婦人 除了受皮肉傷 還要吃上500元的罰單 看意識方便 可得付出不小代價 得不償失 記者葉正雲 郭宜貞 高雄報導 一單批搜救人員 一步一步往上踏出紮實步伐 攀登在險峻的山坡上 一名理性男子 從新北來到花蓮 這處知名景點登山 獨自一人在相比隧道攀神 要到下方的海灘 19日中午12點左右 發生一起民眾受困半山腰的事件 當時理性男子沒有任何裝備 獨自攀爬在陡峭山壁上 因為往上的路太陡峭 又不敢往下方走 當場腿軟受困在半山腰處 趕緊通報消防道場 自行擴大搜索 幸運發現男子 經評估後 僅體力透支 大批消防之後 順利引導男子 攀神回致路免 最後一段爬坡 患者已經到達請進指揮所 相比隧道由於靠近海邊 景色壯麗 近年成為新興的攀岩景點 但其實這裡也發生過多起 不幸喪命的案件 因為地勢險峻 消防局申請空勤直升機 吊掛救援 這一些意外的起因 舊版議員鈔票上 相比隧道的圖案 風景雖然特殊 但提醒民眾 不要再前往攀爬 發生意外 不值得 記者劉吉娇 李廷熙花蓮採訪報導 大批搜救人員 邁步攀爬在西安郡山壁 要執行救援任務 一名李姓男子 獨自前往花蓮 相比隧道要下海灘 沒想到爬到一半腿軟 上不去又下不來 居然卡在半山腰 李姓男子 獨攀沒有任何裝備 爬到體力透支 最後是在消防引導下 攀繩回到路面 最後一段爬坡 相比隧道靠海 景色壯麗 是星星攀岩景點 舊版議員鈔票上 還有這裡的景緻圖像 但美景背後 因為地勢陷 事故不少 所幸李姓男子平安獲救 而在台中 大安滨海樂園 風箏重浪勝地 玩家聚集 乘風較勁 沒想到也有意外發生 公務車這邊都沾輛 可以嗎 55歲張姓男子 玩風箏衝浪 因為繩子斷掉 裝備失效 結果落海 在海上待了整整12小時 就是慢慢水母飄 恐怕是什麼的 有蛋光 然後就慢慢往那邊游過去 邊飄邊游 男子居然從大岸飄到 五公里外 大甲溪出海口 岸邊被漁民發現 失文送醫 風箏衝浪 那可能是因為衝浪 它一直降到海水 風箏衝浪 站在浪板上靠鋒利享受速度 假日休閒娛樂 玩到落海 幸好男子命大 飄到岸邊獲救 結束這場驚魂季 記者 綜合報導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